四月便將出征亞洲田徑錦標賽的 短跑好手王偉旭 於一百零八年青年盃全國田徑錦標賽 表現出色 以十秒四一的成績 拿下公開男子一百公尺冠軍 打破大會紀錄的同時 也確定達到拿破裏施大運的參賽資格 王偉旭敘事待發 準備在雅錦賽大顯身手 和他一樣曾出征亞加達亞運的陳嘉勳 則在日前喜獲林兒升格為人父 為了和兒子多家相處 陳嘉勳反覆考慮後 決定退出國家隊培訓名單 並預計在十月的全運會過後 卸下選手身份 陳嘉勳和王偉旭這兩名短跑好手 都為了各自的目標而努力邁進 也祝福他們無論在賽道 或是人生的道路上 都能有順遂的發展 我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